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二二八的问题 我想二二八一般人了解的状况 是台湾的一个暴乱的事件 在二二八1947年的2月28号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这有几个烟酒公卖局 台湾有个烟酒公卖局 烟是公家的控制的 不能可以私下买卖 所以他经常派出人呢 到每个小地方去看 假如有人拿没有磕碎的烟卖的话 就要取缔 这几个查烟的人呢 就发现有人卖私烟 就认为这个不对 就要来取缔 取缔的时候发生冲突 冲突呢 就几个老百姓 就包围着这个查烟的人 吵闹起来 然后那个人就拔出枪 开枪 当时一拿出枪来 一开的枪声一响 大家就起哄了 起哄这个报纸 第二天报纸一登登出来之后呢 全省的反应 这就认为是有两个说法 一是国民党迫害当地人 一个说法是外省人欺负台湾人 那这个风暴一起全省国地就开始响应 最厉害是南部 南部的暴乱分子呢 有很多是当年日本 台湾人被争取日本当兵打仗的一批黄民军队 他们日本投降以后呢 他们这个恢复中国人的身份 变成是光复后的台湾的中国人 所以就给他们送回台湾 他们不甘心这个日本战败 第二呢 他对国民党也有反感 对外省人认为是你们来了 搞了我们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什么的 就有民怨在 然后这报纸一登 一登出来说有歧视人员开枪什么什么 就要来取缔 然后闹起来 就闹到大处去就开始 最后闹得最严重的时候呢 就有一批当地的浪人 这是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 的浪人没有死 无业游民 然后火同那批退伍回来的 那个日本军队 退下来的台湾的士兵 穿着日本制服 带着日本五十刀冲出来 就看目标对象 先是官府 冲进市政府 冲到派出所 抢枪械 然后呢 在每一个路口埋伏 排好站好 头上板一个金 这时候好像他们是抗拒国民党高压统治 就来吵闹 看到有路过的人 先用台语 台湾话 闽南话 问你 你不会 问柯家伙问你 你也不会 再用日本话跟你讲 你也不会 那确定是外国人 用刀就杀 这样杀的人多到什么程度 好在当时的大多数台湾人 是非常的善良 而且没有这种仇恨偏见 所以很多台湾本土人 保护了很多外国人 他们跟外国人在那边做生意 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 大批的福州人 江泽人 就跑到台湾来做生意的做生意 或者政府的官员 当时是陈怡是行政长官 然后就负责台湾的 他是等于省长一样的地位 那陈怡其实这个人 后来是被枪毙了 但是不是为了二二八枪毙 这个人当时在台湾还算是不错 他是留学日本的 他留学日本会讲日本话 那台湾当年的 只有会讲台湾话和日本话 不会讲国语 所以国民党在1949年以前 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 才开始留意到这个省级的问题 所以呢才开始传说 叫推广国语运动 大家讲普通话 就是讲大陆讲的普通话 在台湾讲讲国语 才开始有人讲 那时候都不会讲的 在这个1949年以前 1949年之前 这四五到四九这几年呢 是不会讲很多人不会讲国语 普通话 那都是讲台湾话 或者讲科教话 科教话少 都是闽南话 所以那个时候二二八事件 就发生这种民变的事情 那么当时台湾有驻军 可是因为大陆战争打得最厉害 那是剿共的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呢 就把台湾的军队都调回大陆去打仗去了 去剿匪 那个时候叫剿匪 然后台湾没有军队 那陈毅没有办法控制局面 就一个电报打去给当时的南清政府 说要派军队来可以控制这个乱象 所以才拍了 我现在不知道是 不记不得是哪一个军 就派了一批军队来 在高雄登陆 一登陆就宣布戒严 戒严就去抓 哪一个杀人当时什么就抓 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 才把这个局面稳定下来 那现在这变成什么呢 就认为是省级的纠纷 或者是对不满意国民党的高压政策 其实也有很多记载 问题是这样 现在一般政治操作 每到选举就拿这个题目出来 外省人欺负我们 国民党压迫我们 所以要反抗 其实都是在夸大和政治操作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2300万人来讲 是很不公平的 毕竟这是少数人的事情 当年的外省人 假如不是台湾本土人的保护 那可以讲没有一个活口 但是很多外省本省 台湾本省同报保护外省人 所以免得没有遭遇到死亡的那么多 但是死亡的人数绝不会比当后来平乱 抓去枪毙的人绝对超过 可是没有人提这个事 马英九做了八年总统 每次就跑到二二八去道歉 说是官逼民反 是政府的部队去举弄 你这样做当然表示你谦虚 你忍让 可是你就落了一个口识 就是你干了犯罪的事情了 你自己就承认了 所以就变成那些有台独倾向的人 或者利用这个台独题材来想去竞选的人 他就把这个夸大 他没有想到夸大的结果 是造成台湾的族群分裂 已经六十几年 六十七年 你想看好多外省人的儿女都在台湾诞生的 今年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在台湾生的 包括马英九是香港出生的 那是六十七岁 你在以后的人都台湾出生的 都会讲台湾话 根本就没有什么省级之分 大多数人都很知道 台湾人可以讲是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有理的一个民族 等于是保留中国传统最多的地方 所以给政治一操作就变成有仇恨 会有仇恨对台湾大大不利 台湾真正的敌人不是台独 也不是什么黄明灼快 而是对面有个庞然大悟 一天都晚几十年来就想把你干掉 那你不是制造给敌 轻动仇快这种事情 所以我也曾经写过信给台湾的朋友 我说两千三百万人团结 他未必能保住台湾 假如你还要分裂 大家彼此仇视 那不是给敌人更好利用的机会吗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写文章也好 我写信也好 我跟朋友聊天也好 我都不认同这种所谓彼此仇恨了 也没有这么大仇恨 推万不讲 你说这把蒋介石还有一些大陆逃到台湾去的 逃到美国来然后转到台湾去 天天都骂蒋介石两手燃满人民的鲜血 蒋介石那时候在大陆搅供的来不及 哪有时间在管一个台湾的包乱呢 怎么会说是要杀 老蒋还在写信给当时的陈怡 说第一不可以报仇的心态来处理这些事 第二一定要进个公正的审判调查之后才确定罪名 不要滥杀无辜 还这么消贷下来 结果现在的人造谣着说蒋介石下令要杀 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样仇恨蒋介石 因为是蒋介石带了外申人来 就等于为什么恨马英九 马英九温柔恭敬 从来没有想到要处处低头道歉 结果照样被骂得要 几乎要杀掉他这样严重 那么马英九有这么坏吗 这都是挑拨起来的仇恨 台湾人你只要到任何一个人到台湾 你就会领略到当地的民风 非常的善良 台湾人绝对不是那种喜欢好用很多 我是广东人 我坦白讲 广东人这比台湾人难对付的多 广东人这种脾气 台湾人这是很温和的一个民族 我问一下 因为网上很多人说 把这个二八和中国八九六四相比 您这两个有没有和相比之处吗 绝对没有相比之处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每一个人都进过审判 就举一个例子吧 台南有一个公园 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里面有一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同像 这个台南市市长赖清德 因为痛恨这个蒋介石 痛恨国民党 痛恨外省人 就认为孙中山也好 蒋介石也好 都是外省人代表 推翻 所以蒋介石的同像已经被推翻很多了 最后 中山公园把孙中山同像打倒他 砍了几截 输了一个日本人 叫做板警德章 把他的图像竖上去 把那个公园改成德章公园 中山公园改成德章公园 这个是个日本警察 他二二八的时候 因为他煽动群众 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就审判他 判了他一个 要做多少年监狱 结果那个时候老蒋介石 就派了白重席到台湾 一定要查明不要有冤案 不要乱抓也不要乱捕 白重席就到了台南 一查那个战券 就说这个案子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是个日本警察 那日本警察不一定是坏人啊 要查明 就跑到法院去查案子 查这个板警德章 当时被杀掉是什么原因 查了半天啊 就问那个法官 法官说证据不足 我们有人检举 有书面的 可是没有实际的证据 那他说这个不能判罪 就因为白重席干预 这个人就后来 死了以后 未来平反 这是大陆讲的平反 证明他没有关联 所以呢 德章公园也做出来了 这个大陆去了一个所谓异议作家 就是余杰 就跑到台湾去 就说完全做对了 孙文的归孙文 德章的归德章 就认为这都是孙文章 孙文早就已经死掉了 孙中山国父已经早就去 二二八跟孙中山也没有关联 就居然可以 拉到孙中山头上 所以那个台湾市长赖清德 就把孙中山踢掉 然后就余杰 跑到他面前去追倒这个日本人 说他被冤枉了 那你假如是乱烧乱砍的话 为什么跨运白重席又跟你平反 还是日本人 那还是至少来讲 还是遵守法律的程序 也遵守 我们不是当事人 当然不了解 但是你后来看那个卷宗 是这样的 白头起跟他平反 说冤枉 冤杀这个人了 冤杀这个人 好了 抓了这个证据 好 日本人了不起 都是国民党杀掉的 所以这个都是 没有事情要找出仇恨来制造 搞到大战怒目登脸 你说你外省人在台湾 每个人都会讲他话 像我就会讲 我还不单会讲闽南话 我还会讲客家话 我还是客家人 我应该是可以 但是我这样融入台湾的社会 还经常会碰到有些台独分量的人 他就给你难受 我最近参加一个会 校友会 其中有个台湾同学 台湾校友 然后就跟我聊天 聊了几句 突然脸都变色 我告诉你 国民党跑到台湾来 占领了台北市 把我们台湾人中的赶离台北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话 我说那你跟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国民党吗 我不管 国民党都不对 我管我批事 我说国民党做得对或者不对 我说我也是受害啊 国民党把台北占领了 我跑了美国 那你怎么讲 所以我只讲二二八事件 我想做一个结论的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不幸的暴乱 但是少数人的为非作歹造成一个大的事情 已经过去七十年了 将近七十年了 还在这边斗 把那台湾弄得彼此敌对状况 越来越严重 谁最有利呢? 想图台湾的人最有利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理智的台湾人 不管他是当地土生或者是本省或者是外省 不管都市在那个地方 彼此团结一致 一致对外 台湾可以保持安定 不至于有问题 假如里面发生内风内斗 那是所有老百姓都不信 所以我是觉得站在二二八快要到了 假如台湾的人有这种理智的话 认得清楚事实 最好不要有彼此仇视分裂 都不当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是对这件事情的最后我的看法 还有希望一点 从大陆去那边的民运分子 不要再挑拨离间 不要再制造矛盾 都不应该这样做 你可以不喜欢蒋介石 你不喜欢国民党 但是你不要拿这个事情来挑拨离间 说爱死人欺负台湾人 国民党压迫台湾人 我说蒋介石到台湾去 从来没有说有省级偏见 推行国语也是很温和西语 假如在大陆 假如一九四九年 假如蒋不守住台湾 你像台湾能够避过大陆所有的灾难吗 是不是 三反五反 正反 杀人放火 反右文革 逃得了吗 一样是 那受害的程度更深 所以 既然今天把蒋介石当成大仇人 我不是国民党的人 我是个流亡学生 我到台湾能够有书念 我感谢蒋公 给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那边念完大学 可以成家 可以立业 还可以到美国来求发展 今天我感谢蒋公 我不喜欢共产党 我很讨厌台独那批离心分子 我是这样的 好吧